好 視播客觀眾 趕快帶您關心這一新消息 總統當選人賴清德 今天是到了澎湖 來出席謝票感恩茶會 那麼在選總統這個期間 他也曾經來過澎湖謝 那麼今天為了要答謝這些志工 他再度的是來到了澎湖 展開他的謝票之旅 只不過原定 他要跟他的副手蕭美琴一起來 只不過蕭美琴確診之後 就取消了後續的行程 所以敢由賴清德 一個人到澎湖去 對於這些志工幹部們 表達他的感謝 那麼當然一大早 也有很多的民眾就前來 希望能夠一睹著 總統當選人的風采 有人說他們早上6點多就來了 那麼因為7點 受到安檢跟風露的影響 他們也等了好久好久 終於能夠看到賴清德本尊 很多的支持者都認為 真的是相當開心 以上響經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